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崩坏角色希儿的攻略 速度自胜希儿潜弹攻略角色入门角色评测 希儿作为以极致的速度和高效的斩杀效率 为代名词的输出组C 斩杀在动是他最为有趣的机制 天赋能力征服是他核心的机制 利用好斩杀在动和终结技触发的征服Buff 来碰刺攻略目标是希儿拉打输出的关键 当然希儿在场的时候最理想的攻略场景 就是你要击杀到目标身边有其他单位 利用残血的敌人和终结技 保持自己的身上一次有征服的Buff 从而让希儿的输出效率和伤害最大化 尤其是没有希儿专无的玩家 给希儿配上黑塔专卖的小光追时 更是依赖禅系的敌人 光追的特效甚至也跟击杀在动紧密挂钩 不过这也证明了这个光追真的很适合希儿 如果没有专武 这个五星光追真的就够了 当然专武还是更小 我个人感觉就武器光追的笛声跟英雄命作带来的机制和属性变化之间来抉择的话 还是命作更靠谱 价值更大 多抽几个自己喜欢的角色提升角色本身的强度 要比做出他的武器要好很多 作为希儿本身 的确 希儿的机制很特殊 想要发挥出他的最大战力是要处在特定的场景里 最好有刚好到斩杀线的目标来激活希儿的被动 进入收客的节奏 但是要说这是他的缺险 我是很不赞同的 触发了这个特定环境 只能说是触及了他的一个上限 因为正常情况下 没有七扎载动的生成条件 他在伤害体量上 机能倍率上 输出效率上 也完全配得上他五星限定主C的地位 只能说进入收割节奏 使专家希儿作为一个单体C处理对群能力 而处理待召唤能力的精英领主DNS 解决方案 拔高相同练度不同场景下 他的输出上限 是他作为UP角色的特点之一 完全不应该当成他的短板来说 这是他的特点 而不是他的全部 独特的战斗节奏 极致的行动速度 高效的斩杀效率 我想星铁短时间 不会再有第二个五星角色等期待 作为开服阶段 登场亮相 展现给越远欲试的开拓者们 陷进五星的角色打卷上 无论是游戏性 还是角色强度 他完全是合格的 另外 值得注意的操作技巧 是在面对无法斩杀敌人 触发增幅buff的情况下 尽量在希尔的回合内 使用大招进入征服状态 而不是要看到大招 好了就放 这样做的好处是 可以保持征服效果 到希尔下一个回合的攻击上 如果你在别人的回合里 释放了希尔的大招 那么希尔的征服效果 只能持续到 能到希尔的那个回合里 而在希尔自己的回合里 释放大招 buff会在下两个回合拆消时 那让征服buff多覆盖一次攻击 希尔的配队 其实就像我上期说的 我很推荐希尔跟瓦尔特组成队伍 在瓦尔特的队伍里 希尔能发挥他的最大优势 速度 配合瓦尔特的退条和减速 能多次穿插行动 瓦尔特提供了异伤效果 也很达希尔的斩杀天后 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就能处决 多个异伤 无论是增加输出 还是触发被重的效率 都是有用的 波罗尼亚辅度希尔也很巧 不过征服警仍是愤好的选择 牙牙和希尔的阻隔 炸几点会很吃紧 而且希尔本师速度已经很快了 没有分别必要 远牙牙来强制把希尔提上来 但是没有C位能拒绝牙牙加的那一堆buff 又是增伤 又是加防御力 又是加攻击力 又加暴击伤害 真的很香 即将出场的角色银狼 也是很配希尔的辅助 他强制敌方单位 伸长量子弱点的特型 也能最大化发挥希尔的优势 世青的角色里 婷云毫无疑问是希尔 现阶段世青辅助力最优解 微能和增伤 希尔表示也很香 埃斯大尔的Trait一提速 其实对希尔来说中规中矩 提升并不是很明显 埃斯大尔相比来说更适合火商队 因此并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佩拉是在特令的躺颈下 可以选择的角色 他的战绩可以解除 击方的一个争议效果 在攻略先周罗福的时候 戴上佩拉 希尔真的会舒服很多 他的大招通解 给的减防30% 还有密技先发制人 减防20% 也是能让希尔更好的输出 在没有庭云 压压瓦尔特可以上场的时候 可以作为下位替代的选择 而且我感觉 他更适合辅助艳琴 另外 除了辅助 搭配一个全攻附塞 近希尔的队伍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黑塔西路瓦 不过现阶段 不建议画大资源培养 生存位上 火堵 纳塔莎 来路 都是很好的选择 纳塔莎还跟希尔一个尺子 也只能嫖个满命 满命纳塔莎效果还是不错的 黑人又疼 还不容易挂掉 街帕德 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不过你要计算好 敌人伤害型技能 要输出到希尔身上的 那回合之前 就上好盾 不然 高激动的希尔 很快就会过掉阿杰的护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战位推荐把炒仿型的盾位和奶位 放在边缘的位置 这样群弓型的伤害 就足够达到盾和深满球结石的奶位身上 当适当减轻队伍生存的压力 武器光追的选择上 黑塔专卖屋的五行光追 星际巡航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无论是他满阶 常驻16%的暴击率 是对半学敌人 专加32%的暴击率的效果 亦或是击炸敌人 专加40%攻击力的武器特效 都是跟希尔的天赋非常契合的 满阶的黑塔巡类武器 跟希尔的精一鼓器 伤害查质上其实不算大 完全可以替代下来 整相来去换命座或者其他限领角色 端午于夜色中 想吃满武器特效的话 需要160的速度 强势的确很强 哈招的暴击伤害加了非常多 满阶足足120%的暴击伤害 但是 败架是什么呢? 其次 四星光追 分剑论剑 多次攻击同一个目标 每一次提高16% 连续5次 就增上了80% 对抗精英怪和首领怪非常好用 当然 如果你带了这个光追 那么就要求希尔 不能随意更换攻击目标了 如果有含血的其他单位 希尔也要在天赋给的增幅效果 和光追提供的增伤效果之间抉择 遵水出生 提高速度 提高伤害 但是受伤后移除特效 可以过度使用 敌人的群伤技能还是很多的 效果很容易失效 提速12% 对希尔来讲中规中矩 微有沉默 提高攻击力 加强针对单一目标时希尔的暴击率 但是后期练度良好 有一命的希尔 其实暴击率并不是很缺 但是适合前期拿来过度使用 装备仪器 现在大家各有各的看法 总体来讲 两件套可以选择太空分音战 星体拆分机 停转的塞尔索毒 四件套可以选择快枪手套 或者繁星璀称的天才套 其实都可以 只要看你的希尔缺哪一方面 和你在哪一方面 就用仪器的装备特效来补足 前期毫无疑问 用快枪手 还有世界三处的太空分音战 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它不仅希尔浓用 你换下来给其他的C位也是可以的 能在前期减少体力消耗 让刷材料的体力去干 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弊端也有 它只增加了攻击力 和少量的苦工伤害 攻击力太高会被稀释 我们对攻击力肯定是不可取的 后期两件套还是要换成 世界五的星体拆分机 或者世界六的停转的塞尔索毒 四件套换成量子C位 专用的繁星璀璨的天才 尤其在搭配银朗后 璀璨套的特效可以说是 吃满20%的无视防御 非常巧 星体拆分机 或停转的塞尔索毒之间的选择的话 其实个人更推荐停转的塞尔索毒 一共的暴击率 感觉比16%的暴击伤害更香 而且面板有50%的暴击率 就能触发特效 重结剂伤害提高15% 比星体拆分机的要求更容易达到 效果也更好 所以我的推荐是 繁星璀璨的天才加挺转的塞尔索毒 是希尔最好的选择 最后聊一聊命座 希尔的命座提升 主要来讲除了第6命 其他的都是中规中矩 给的非常保守 1命 斩禁 加了15%的暴击率 但是它是有前提的 没有加到面板上 而是 面对生命百分比小于等于80%的单位才触发 虽然触发条件并不苛刻 但是存在了限制条件 就恒大程度上限制了提升的幅度 换命蝶舞 可以累计战绩的加速效果 原先是25%的加速 有了二命两成之后就是50%的加速 希尔更快了 三命缭乱 加了战器和天赋等级量器 希尔的天赋很重要 这个命座加的征服特效 提升可以的 四命 月影 提高希尔大招的回能效率 希尔能更快的放出大招了 其实 没有停云的话 我更推荐希尔带充能神 大招倍率很高 解数还几供征服效果 其实希尔挺依赖大招的 良好的充能 更多波时的大招能配上希尔的高速 争取每两回合都能先手大招挂上征服 其实还是很强的 五命 峰瑞 增加了大招的等级 就是增加 提高大招的倍率 大招更疼了一点 六命 离析 增加了希尔的玩法 添加了新的机制 乱叠状态 希尔大招攻击完目标后 目标会 被施加debuff乱叠 队友的任何攻击 都能让我们标受到希尔大招 伤害15%的量子附加伤害 有了这个命座 希尔就更好玩了 总体来说 希尔是超高速C位的化神 良好的配装和练都 而让希尔在自己的回合 使用次元斩之后 利用征服效果猛烈的进攻 割裂敌人 他的输出能力 和独特的玩法机制 作为一一个开服up角色 实至名贵 如果你在犹豫 筹捕捉希尔 害怕希尔的强度问底 那么这片攻略可以告诉你 浮入一定的资源 希尔肯定会还给你 长时间的良好体验 再也不怕卡关卡强度了 希尔的独特玩法 也能让你感受到 跟其他配队 不同的游玩乐趣 他不仅限阶段 有强劲的势力 未来也有可搭配的队友 他 强度在线 未来客7 是施大师的T0输出主C 好了 今天的攻略就到这里 希望这边希尔的攻略 记得关注再走哦 pace 慢点 你 快套 你 我 你 你 知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